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肖战太强,余生请多指教成年度最期待剧集,第二名也来自肖战。 2022年1月23日,某数据公司出炉了年度最期待剧集榜单,排名前10的电视剧分别是余生, 肖战太强了,流量太高了,他主演的电视剧占据了榜单的前两位, 如果他主演的王牌部队没有播,或许这三部电视剧会占据前三的位置。 余生请多指教之所以能排第一,除了肖战的影响力,杨子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而玉古瑶的女主角是任敏,任敏饰演电影出名的,流量美法和杨子相比。 余生请多指教本来是去年9月8日在湖南卫视播出的,但是突然撤当了。 希望余生请多指教未来还能在湖南卫视播出吧,这么好的电视剧,如果只在网上播有点可惜。 玉古瑶应该是纯网剧,不会上星播出,因为玉古瑶是古装剧,每个卫视的古装份额是有限的, 他们不敢播玉古瑶,收视率不会太高。 排名第三的是来自王一博,陈晓主演的《冰与火》,同样是顶级流量主演的电视剧。 王一博只有这一部电视剧存货了,他似乎把重心放在了电影上,接连出演了《维和防暴队》和《无名》, 这两部电影都是商业大片,两部电影的票房加起来可能会超过30亿。 非著名于平仁吴清宫指出,所以《冰与火》就更值得期待了《物以稀为贵》。 杨子也有两部电视剧上榜,除了《余生》,请多指教还有排名第四的《陈香如谢》, 该剧由杨子和陈毅主演,陈毅的流量也很高。 肖战和杨子各有两部电视剧上榜,但还不是最强的,最强的是陈毅,有三部电视剧上榜。 排名第五的《南风之我异》,由陈毅和张宇希主演,排名第十的《谜局破之身前》,由陈毅和尹主演。 杨子曾经是欢瑞世纪艺人,而陈毅和任佳伦现在还是欢瑞世纪艺人。 蓝艳突击游任佳伦和陈小云主演,等于欢瑞世纪一共有五部电视剧上榜,成为公司层面上的最大赢家。 排名第七的《特战荣耀》,由杨阳和李一同主演,排名第八的《幸福到万家》,由赵丽颖和罗进主演。 排名第九的《人生若如初见》,由李献和春夏主演。 杨阳、赵丽颖、李献都是顶级流量,奇怪的是,迪丽热巴和杨密主演的电视剧,没有一部上榜。 《肖战和杨子》被要求合体预热。刘亦军为儿子铺路? 无垒时间观念? 追星是当下许多年轻人很热衷的一件事,他们对艺人充满了真情实感,也对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兴趣。 那么这一期的内容有哪些? 《肖战和杨子》被要求合体预热。 肖战和杨子两个人合作了新剧《余生请多指教》,只不过这部剧也是一波三折,一直没能成功播出,也让粉丝对于这部剧的期待值越来越高,还被评为了最受期待的待播剧。 近日,额厂那边要求肖战和杨子两个人合体为这部剧预热,其实这也不一定意味着这部剧就要开播了,之前也合体唱过歌,但依旧没播,事实上,这部剧也不需要预热,哪怕零宣传空降,估计热度也很高。 刘亦军为儿子铺路,刘亦军在圈子里很有市场,毕竟像他这种有人气,演技又很不错的帅大叔,这一类型是很稀缺的,所以影视资源非常多,尤其最近在开端里面的表现,让他圈了不少粉。 他的儿子刘亦彤目前则没有父亲那么有市场,所以刘亦军也是尽心尽力给他铺路,开年第一个热搜就是如此,这个热搜让大家开怀一笑同时,也注意到了他们父子俩,还是很成功的,刘亦彤本人演技还是很棒的。 吴磊是童星出身,年纪虽然不大,但是也算是圈内很多艺人的前辈了,他的素质很好,也没油染太多娱乐圈的恶习,这也和他妈妈管教比较也有关系,他妈妈基本上不允许他参加任何饭局。 他很有时间观念,拍剧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迟到,就算有事情要耽搁,也会提前和导演打招呼,这一点真的很不错。 最后呼吁大家理智追星,学习艺人身上的优点,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